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做一个IT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快看我的画面 是这样 我的小马视频频道 做了很多的IT的技术课程 然后有很多的IT的代码 对不对 这些代码 我一开始是想放在GitHub上 可是GitHub一般是在国外 所以我就选择放在咱们国内的 比较知名的Git上 看中国的GitHub上 可以这么说是吧 今天我又想再更新课程 结果发现 大家快看 这个GitHub不能访问了 我所有的代码库 都是放在这个地方 可是突然间不能够访问了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我的网络出了问题 我调查了半天 结果我的网络除了这个网站 其他网站都能够访问 所以说怎么办 我马上看一下看中国的官网 大家请看 这个官网的第一个性能 大家请看 阿里云停止了 马云GitHub的域名解析 大家看一看 我看到这些人 也是比较吃惊 怎么咱们国内的服务 能做到这般田地 咱们看他怎么说 他说这个 看中国他今天收到了 阿里云的提醒信息 说什么 说您的GitHub 就这个网站 涉及不良信息 违反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第15条 然后阿里云把他给禁掉了 然后就看中国自己辩解说 他说没有任何的提示 没有任何天的通知 阿里云就停掉了GitHub的服务 我认为 是不是因为他GitHub的名字起的不好 为什么 你干嘛用马云 对吧 是 你的代码的码 肯定是云端的云 好像也能够解释清楚 毕竟你是代码托管的一个服务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用马云这个名字的话 我觉得有点侵权的感觉 所以说这也对我这个小马视频 今后因为我还要开很多的课程 那么我今后代码还放不放在这个Git上 这真的是一个让我挺头疼的事 其实我在GitHub上我有两个账号 但是为了考虑到我的这个看我视频的 尤其是教学视频的朋友 还是国内比较多 所以我当时决定放在这个 开中文的Git上 现在出了这个问题 有可能他今后要变域名 同时可能也就不叫马云这个服务了 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我感觉像咱们国内 如果是这种服务品质的话 我很难再使用国内的任何的服务 反正我是这个感觉 你看像我使用国外服务的话 没有一次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 而且像这个说起来 阿里云也没有任何的提示 没有任何的通知 突然间停止了 这个是在任何的讲究服务的国家 是不可能出现的事 不管说我这么说 也不能说全国阿里云 看中国 他起的马云的名字 也是有很大的问题 他是打擦边球 对不对 也许是基于马云的名气 但是马云服务名 起的我认为也是没有问题 其实是带马云服务 也是可以 不过这个问题 今后该怎么解决 看起来他们两方正在协商 对不对 今后我也会关注这个事情 但是我的代码 因为我做了很多很多的课程 突然间都不能访问的话 确实也是比较的头疼 大家请看 他GIT给了一个网址 就是说 如果有想再看到我这个课程代码的朋友 您可以通过这个IP 也能够访问到 它只不过是DNS没法解析 对不对 我今后的课程 我可能就不会再放在GIT 或者说马云服务器上了 放在哪 我有可能我自己架一个GIT的服务器 也有可能放在Github 我现在还没有想好 不过今后 我的小马的视频频道 这个课程我还会继续的更新 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我的课程 今后的代码该怎么的发布 这个我再考虑一下 然后在我进入课程中 我再跟大家联系 好吧 今天这个新闻就给您说到这 反正感觉也是一个挺遗憾的事 怎么说 中国的服务还真的是需要再加强 谁对谁做 现在说不好 咱们就一直来关注这个事件 好 这个视频就这样 今后我的代码放在哪 我在今后的视频中再和您联系通知 OK 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下面的视频再见 拜拜